胡萱酒店三层的左岸法餐厅 我特喜欢这里的优雅的范围感 艺术气息张弛有度 但也真是好久没来了 听说这次重装升级之后 菜式上有着令人惊艳的呈现 那咱就不能光听说了 必须得试一试 一出电梯门就感觉到和之前有点不一样 酒吧餐厅户外露台 以及餐厅内单独辟出的艺术空间 间隔区分的更加巧妙 您看菜名 砂锅粥糖葱饼 我去 当我确认我今晚要吃的是法餐的时候 不知道您能不能了解我的心情 西餐借鉴中餐的潮汕味道 会是怎样的呈现呢 餐前面包和黄油车环节 依然仪式感满满 在巴萨米克醋与特级出炸橄榄油交汇的瞬间 浪漫的情调 一下调动起味蕾的欢愉 期待接下来Chef 快点揭开谜底 代表视觉的头盘鹅干来了 色彩明快 食物呈圆形错落 但看上去有点抽象 Chef一讲 毛色都很开 原来创意来自于酒店外墙四面环绕的灯孔 开心果做的小饼干 比楼春梅子酒做的半透明果冻 以及黄油面包片 辅佐着用梅子粉和梅子酒腌制成型的肥鹅干 烟熏海盐和烟熏乌梅酱加之沙拉月黑胡椒粒的味觉指引 刀叉清滑是鹅干细腻丝滑的曼妙 嘴唇清触 香醇和酸甜的碰撞 唇齿清搭尖是一种具象力的幸福 第一次吃饭餐单上扫耳码环节 不是成像而是声音的输出 砂锅粥煮沸的声音 以及菜市场充满烟火气息的叫卖声入耳 随之煮菜砂锅粥登场 鸡胸和姜葱鸡腿肉分别将低温慢煮处理的鲍鱼包裹成卷 以酱汁方式呈现的粥液虽说有点含蓄 却非常惊艳 一旁搭配的春笋加之鱼子酱和香葱点缀 清爽细嫩而鲜甜 第一次用刀叉喝粥 我觉得这种全新结构用法式诠释出来的这道砂锅粥 哪哪都好 就是粥有点少啊 以味觉夺人的主菜 云斑煎腾里之前是潮汕老菜谱一叠三味的岁月滋味 烟漬的老菜谱分别是一周一个月和十年 颜色有浅至深浅尝心静悠然 心底或别有滋味 云斑煎腾里是损壳鱼的艺术之名 依然是低温慢煮形式将其成鱼卷状 老菜谱和蒜蓉炒香后 与杏仁碎黄油面包坑欧芹等混合压成薄片和鱼卷贴身橘香 浮予白肚笋相应成趣 趁热轻咬鱼肉细嫩老菜谱黄油和杏仁的香气叠加出的层次感 在口腔里旋转 轻占一旁的姜葱味道的萨巴庸 竟然是蒸鱼齿油的葱香味 浓醇又不吃淡雅 感觉吃了有点快了 意犹为尽 这真的是值三个大菜 甚至可以说是独具法式思维的中式煲仔饭 安格斯牛小白慢炖12小时 居然用的是粤菜猪狗牛蛋包的酱汁调配 米形伊丹利面混入牛骨髓 现胶和五熔军同烹 木姜籽大蒜沙丝绝对是点睛之笔 最后淋入的猪火酱牛肉汁 更是将这道菜生化成一件具有浓郁艺术气息的油物 牛肉软嫩 米形伊面的空灵脆润 整体调味的多重且层次跳跃感 随着咀嚼而弥漫于唇齿间 真的这道菜太美好了 最后的触觉菜式 以糖葱卷饼呈现 真是圆满 糖葱宝饼不仅是潮汕地区随处可见的地道小吃 更是每个潮汕人的共同技艺 融入法餐序列 中国的这一非一小吃 我觉得在世界上可以大放异彩 法式可丽饼替代了传统面饼 有形式 有交融 更贴合 裹入糖葱香菜 香菜奶油和咸口的芝麻脆片 撒入椰丝 真是满口的清甜 纯香和酥脆 最后的甜品环节就不多说了 传统而为 全部在线 总体上今天这一餐 我觉得吃的特别尽兴 甚至有点感动 还有点思考 您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倒一点塑造水吧 清零薄荷味的 我觉得腌这个更好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欢迎聚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 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分享一道夏天 我最喜欢一道传统粤菜 凉瓜排骨包 这些食材啊 今天的食材比较多 凉瓜排骨包 首先排骨 这个是我们买的金牌啊 其实说是凉瓜排骨 我们没有买到凉瓜 苦瓜 是知道苦瓜跟凉瓜的区别了吧 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你看沉默了 沉默了啊 苦瓜 你看这种支支dern的凉瓜 它是表面非常光滑的啊 香葱 干葱 姜 我们帐巴的香菇啊 帐巴香菇 我们也有视频教学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眼 豆豉 这是羊姜豆豉 红椒 还有蒜 今天的蒜比较多啊 待会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程 今天感觉我们的食材比较多啊 我们还是依次按照步骤来 我们今天准备了 砍刀我们来先加工排骨 排骨呢我们买的时候 其实让那个摊主给我们拉开了 但是我没有让它剁 我们还是回来自己剁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你看这还带着肉呢 不重要啊 来 莲花排骨呢 排骨其实也可以切长一点 也可以切短一点 就跟我们吃那个 粤菜早茶里的尺寸排骨差不多啊 那我们就剁成这么大 我这个一刀下去 就是尽量一刀给它剁断啊 剁排骨我们一定要从这一面剁啊 哇去怎么样 好刀法 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小 每一块都是这样啊 一定要拿刀的后部 它不会飞溅 那我们这个肉 肉也给剁了 这是带点脆骨啊 基本上大小就是这样 如果要去餐厅吃一份 大概我们这个一条半就够了啊 那今天三条怎么办 吃点吃 都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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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打包吧 哎呀 这个肉原则上我们不往里放啊 算了都放进去吧 好 都给吃了 好 是不是有点利落 太利落了 太利落了 哈哈哈 好 那这个排骨呢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清洗过了一遍啊 那我们剁完了就不用清洗了 这个凉花排骨呢 包括做一些我们的那个椒盐排骨 京都排骨啊 我说的都是粤菜里的 这个里面的排骨呢 要提前腌制一下 那我们做这个凉花排骨呢 原则上也是需要先提前的腌一点啊 过去呢 我们腌这个排骨 基本上用那个石粉 石粉就是所谓的那个食用的那个小苏打 但是和苏打还有一点微微的不同啊 那我们现在为了身体健康 可能小苏打什么的就不用了 其实我倒觉得可以拿点苏打水 可以试一试 把它浸泡一下 但是我们没有苏打水 是不是怎么办 买下去 买 但是我们的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 呦 你看带着气的啊 看我们倒一下 来 我们浸泡一下 抓一下 还有一个摄影师 你记着啊 好 一定要记着啊 打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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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 千万别忘了啊 好 那我们那个排骨 让那个苏打水浸泡十来分钟吧 那我们现在加工其他的 来加工这个凉花 凉花我们需要飞一下水 所以我们把炒锅做上水 来 切凉瓜 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 炒凉瓜 齿枝凉瓜 来 我们同样是从中间把它给抛开啊 这是苦瓜 我又说错了 其实要是能买这凉瓜就好了 但是市场上还真没有 来 我们把这个籽给它去掉 可以慢一点啊 大家轻柔一点 苦瓜真的我觉得比凉瓜要苦 凉瓜的那个质感呢 也会更好一点 我们其实都是去北京的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个 农贸市场去买的菜 买的肉 那摊主说了 就一般都给供酒楼饭店这个凉瓜 而且还得提前订 相对来说这个凉瓜的价格呢 也会比苦瓜贵一点 把籽去掉 然后怎么办呢 来 我们切成骨排块啊 来 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要是凉瓜的话呢 会比这个要再厚一点啊 好 那我们切好的苦瓜 不能再说凉瓜了 放在这里 切完一个 我们用两条 够了吧 够了 你其实是不爱吃苦瓜的是吧 你主要是爱吃这个排骨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苦瓜夏天一定要多吃啊 夏天要多吃苦 其实就顶刀切就可以了啊 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好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量 如果要是去餐厅的话 应该是两份的量 孙女士 打不打包 咱们就多吃点 多吃点 好 焖饭了 太好了 好 凉瓜 我们也切完了 凉瓜切完了 我们这个水也开了啊 那我们飞一下水啊 灌粒 放一点油 再放一点盐 我们把凉瓜放入 让它更加的翠绿啊 这个步骤大概焯水30秒 凉瓜焯水30秒 我们关火 把凉瓜捞出来 直接放在凉水里啊 放在凉水里 让它泡一下就行了 因为我们离下一个用凉瓜的这个操作步骤还有一些时间啊 如果要是直接焯完了 马上要下锅炒 我们就不用凉水泡了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用到它 不拿凉水泡的话就直接放着凉瓜很容易黄掉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排骨的这个事啊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排骨泡了一些时间啊 还是有血水出来 那就是刚刚好啊 用清水把它再给冲一遍 然后我们回来腌制一下 好 我们洗完了啊 排骨看看现在非常的光滑白啊 现在我们简单的腌制一下 下一下底味 放一点点盐 大概三分之一勺吧 再来一点点生抽 生抽大概我们的勺是一瓶勺啊 好 差不多了 再来半勺的蚝油 好 那我们抓一下 在这个状态的前提下 我们来放三分之一勺的生粉 这个生粉不要多啊 让它锁住这个排骨里的水分 现在腌制排骨的这个程序就结束了 现在我们再静置它十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干嘛 加工其他的料头 食材比较多啊 那我们依次而为啊 这个蒜今天比较多 那我们分成两步啊 我们先拿两粒出来 这两粒干嘛知道吗 是不是 吃 吃 哇 去 哎 你气得我 这两粒蒜我们留着待会儿 一会儿切蒜蓉啊 这个呢 然后我们给它把头围给它改掉 我们要蒜籽 你看人家广东话啊 你看我们叫蒜头 人家叫蒜籽 语言这个立马就高大了 我们现在这个蒜籽是原始的蒜籽 待会儿我们要给炸 变成炸蒜籽 把这个蒜炸成金黄色 蒜蓉 我们蒜末 全都可以啊 有很多粉丝说了啊 说这个拍蒜的环节不能少啊 解压 那行 我们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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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解压 我也解压 好 蒜蓉 我们搞定 然后我们你看 还有香葱 姜 干葱 来 我们依次进行啊 我们都先放在砧板上 干葱 我们也给它切成干葱绒啊 这个我们直刀 切成片 好 然后调过来啊 这边刚才直着切不好切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直刀 切成片 切成片 还是菱形片 紧张了 孙师 变成片 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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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基本上就是这种 然后我们 姜片 不用切太薄啊 好 我们都用了吧 其实我还真的是 挺喜欢吃姜的 这个也放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料头了吗 许你师 许你师 哎呦 你真是聪明了啊 很明显 大家看到了啊 我们这还有 豆豉 我们其实已经洗干净 然后我们晾了一下啊 我们暂时先给它 放在一起 但是这个料头里 确实还差一味 我们的 涨发的 鲜香菇 我们把这个地 给它去掉吧 这个鲜香菇 已经有味道了啊 我们和大家之前 分享过 怎么涨发鲜香菇 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我们争取 也会把它 香到我们的视频里面 然后这个也切片 片稍微的厚一点 基本上就是 这种状态啊 涨发鲜香菇 非常好吃啊 来 那现在我们 最后还有一样 没有切 就是这个红椒啊 这个红椒的作用呢 其实 这个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 配色 成功了 你开账号吧 来 这是配色用的 那配色用的 其实 这一根有点长啊 大家喜欢颜色 再丰富一点的话呢 可以买 黄椒 就是那种黄彩椒 我们就给它 直接切角吧 好不好 也不用那么规规矩矩了 我们节约食材啊 来 这样 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我们把这一个多切完吧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莲瓜排骨包的所有的 主料 配料 粗加工 暂时完毕 现在我们按顺序 一步一步来啊 来 我们先把炒锅烧热 我们先炸一下蒜子啊 炸蒜子的油呢 那我们就用之前炸东西的油啊 来 这个油稍微的可以多一点点 然后一会儿我们还要炸排骨 我们就一锅儿焦了 好 润锅 炸这个蒜子啊 大家记住一定要用小火 大概三四成油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蒜放下去了 把它炸成金黄色 炸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蒜也会软下来 冒泡这种情况 来 我们现在一定要关小火了啊 我们说了啊 这个蒜要炸到金黄色 但是不要等它在锅里边 完全的变得特别金黄了 再捞出来 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来 大家看一眼 这种状态 已经就可以捞了啊 捞出来之后 它还在持续的升温 来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油 也有点蒜的风味了啊 感觉像这个蒜油一样 炸完的蒜子 就是现在这种状态 我们先给它放到一边 红香饺其实是为了配色 我们最后放 但是我们也给它 轻轻的过一下油啊 好 这个时间不要太长 轻轻的过一下油 就可以捞出来了 OK 轻轻的过一下油 来 我们也给它放到一边 现在我们要炸排骨了 我们炸排骨 油再多来一点 因为我们那个排骨比较多啊 我们一次把它给炸好啊 如果要家里边用的油少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分次炸 放排骨的时候呢 我们油温相对来说稍微的要高一点点 大概在五成左右啊 好 现在可以了 来 我们把排骨放入 放入排骨我们先不要动啊 这种状态我们不要搅动它 但是我们可以晃一下锅 你看刚才有油溅出来了啊 这证明我们里边还有点水啊 这个时候是开着中火 不会粘锅啊 你看现在已经能晃动起来了 我们把这个排骨炸到什么程度 炸到金黄色 现在我们炸了五六分钟啊 就是这种程度啊 现在是看一眼 炸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开一下大火 催一下 好 可以关火了 我们把排骨捞出来 还是放在我们的这个盆里啊 来 把油稍微的碰一碰 今天的排骨感觉有点多啊 好 炸完这排骨就是这样 基本上准备工作完成了啊 那我们开始烹炒 炒锅 烧热 烧热之后我们先把这个 凉瓜排骨包非常点睛的一味食材 豆豉放入我们先备一下香啊 这现在我们锅里也没有放油啊 这时候呢我们现在加油啊 直接放油 油温烧热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料头放入 蒜蓉 姜蓉 姜片 冲冻 香菇 炸好的蒜子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们捞出来没有这么金黄啊 现在非常金黄 香气四溢的 炸蒜子 好 现在我们爆香之后 改中火把我们的排骨倒入 真是香气四溢 是不是 感觉香味出来没有 现在就要捏一块炸汗 捏不了 现在没有完全熟啊 来 我们现在烹入料酒 烹入料酒之后 我们现在先加一味调味料 就是我们的老抽 其实是为了增加我们的颜色啊 大概一瓶勺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放 好 这个时候我们开一下中大火啊 刚才忘了和大家说了 我们还要准备开水啊 把开水倒入 这个水的量以没过排骨为宜 来 开大火 这个时候我们把锅盖盖上 焖它十分钟 十分钟啊 我们看一眼我们排骨的状态 厉害了 那现在我们调一下味道啊 来 生抽来一瓶勺 一点点盐 再来一点味精 糖可以多来一点啊 因为我们有排骨 糖 来 多半勺吧 再来半勺的蚝油 尝一下味道 鲜美 冲一下勺 马上回来 下完味道了 我们这个时候 这种状态 把凉瓜倒入 现在把凉瓜放入之后啊 哎呀 真是有点多了 我们再把锅盖盖上 焖三分钟 趁着这个光景 现在把我们的包仔啊 沙包现在给烧热 来 把沙包打开啊 这个时候我们往沙包里 淋一点点香油啊 现在这边烧着包仔来 过来看一眼我们的这边 凉瓜排骨 什么情况 哇 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要脱骨了啊 但是确实有点多啊 来 最后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的 红椒饺倒进来 现在是大火状态啊 焖的这个排骨转到沙包之前 我们淋一点点芡啊 淋一点点芡汁 淋一点点芡汁 让它包裹一下 来 再来一点点芡 好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包仔也烧热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转移一下阵地 把我们的排骨放到沙包里 有没有刺辣的声音 你看我说我们的沙包装不下了 看看我们的这个状态 怎么样 确认师 太香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包仔的盖子盖上 我们顺着这个包仔的边 淋一点料酒 让它更增加一些香味啊 顺着边淋就行了 好 两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包仔 看一眼是什么状态 好 我们现在 转一下大火啊 看看我们的包仔烟气上来 现在关火 我们现在先不打开盖啊 我们挪到我们的 砖板的这个位置 哇 太香了 走 这是我们的凉瓜排骨包 超亮的凉瓜排骨包 我们现在开一下盖啊 看一眼 来 一二 走喽 有没有食欲 香气四溢 真是香气四溢的我们凉瓜排骨包 今天这个我们 这个真是香气四溢啊 夏天里我非常喜欢吃的一道凉瓜排骨包 超大量的 成功了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别忘了给你按着人坐起来吧 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尝一下啊 看看是不是脱骨 我们来点凉瓜 来 顺便吃 来 顺便吃 给个近景 来感觉一下 我们这个排骨的感觉 来蘸一点汤汁 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 脱骨 太香了 赶紧去蒸饭吧 拜拜 明天见 当时拍的时候 我还跟人说 我说帮你宣传一下 人家那个店家怎么说 说你要是给我宣传 你就不要拍了 这我都卖不过来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胡言俊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一个港式茶餐厅里非常非常著名啊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也可以当早餐 宵夜 全都可以的 虾子餐蛋面 接下来是食材啊 虾子餐蛋面 这就是虾子面 大家看一眼 你看上面这黑点是不是 看见了吗 有黑点我看到 黑点是什么 虾子 虾子 对 午餐肉 鸡蛋 然后我们再来点青菜 食材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 虾子餐蛋面呢 就是非常简单啊 那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个 虾子面 前两天去澳门出差 真的真的 太兴奋了啊 正好在那个澳门的十月初五街上 有一家叫喜临门的 专门做这种手工面的店 这个店太好了 我觉得 如果大家要是有机会去澳门的话 一定要买点回来 它是前店 也不能说是前店后厂啊 店跟厂放在一起 真是纯手工 我觉得它是一家的人在干这个事儿 真的是很多年了 非常非常值得尊敬 他们家呢 最著名的呢 就是这个虾子面之外呢 还有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啊 就是真的 就是特别正宗的这种全蛋面啊 就是回头你看 像我们的食物黄炒面 包括我们之前有一点翻车的肉丝炒面 我跟大家说了要给大家做两面煎的海鲜面 这个就可以做了啊 我们一样买了一袋 就买多了实在是背不回来 当时拍的时候我还跟人说 我说帮你宣传一下 人家那个店家怎么说 说你要是给我宣传你就不要拍了 这我都卖不过来了 千万不用宣传 不重要啊 那我们今天食材有了 我们就开始做起来吧 那我们现在就加工食材啊 这是广东菜心 你看我们这个菜心就需要改一下啊 改的精巧一点 甚至你说我现在这个把这个切掉 手里我拿的是要用的 那这个砧板上这个怎么办 算不算浪费吧你就说 哎你看这我还要再切一刀 来这个我要洗一下啊 那这个你说怎么办 是我别的菜用 浪费了啊是不是 这个给你打包 回去复刻 然后给我们广大粉丝朋友呢 就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凑合用啊 不能浪费 好那我现在洗一下 马上回来 好回来了 把炒锅来先烧热吧 餐蛋面 然后午餐肉 试试 喜欢吃餐蛋面吗 午餐肉和鸡蛋 我还都挺喜欢吃 好来 餐蛋面啊 午餐肉大概切成这种厚片啊 喜欢吃午餐肉的 可以再切厚一点 没事啊 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要去茶餐厅呢 基本上一份面 大概就给三片 午餐肉 那我们切四片吧 好不好 好 好 那这个我们需要煎一下 那我们的鸡蛋也需要煎一下 餐蛋面一份是给一个 那我们给俩 来 我去 我们这刀好啊 现在都干这个用了 来 给你 打两个鸡蛋 好不好 打两个 好 打两个鸡蛋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火啊 把火烧热 倒入植物油 这个植物油 现在倒完了 那我们现在这一步干嘛 热锅 热完锅呢 热鸡蛋 餐蛋面我们其实就是煎一个荷包蛋啊 来来来 我们下一点底味儿啊 其实我们就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啊 你吃单面吃双面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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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面嘛 好不好 行 别回头再给你说吃坏了 坦率来讲啊 确实我要给煎成双面吧 因为这个我们买的不是就是可生食的 来 你看两个一块煎 现在需不需要翻锅 得翻 得翻是吧 得翻 得翻 又再考验我了 来吧 翻车怎么办 翻车又再煎了点 一二三 走 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是在家里煎 翻翻面之后 可能我们就稍微的开一下小火啊 来 你看我用筷子一戳 它现在还有那个鸡蛋会躺出来 看见了吗 嗯 能看见了吗 我们可以就戳一下啊 行了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啊 来 我们现在先给它倒出来 就是我们这 准备工作 你看我给你弄了一个 假装的心形啊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火关一下啊 因为现在的火非常热 然后我们直接把午餐肉放入 就是在家里我们也不用刷锅了啊 稍微的开一下小火 我们要把这个午餐肉煎到 就是表皮稍微的焦黄啊 还不是金黄 如果大家要是嫌麻烦的 其实也可以完全不用煎 直接就给它放在面汤里煮一下 也都可以啊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加热食用 是不是 烹饪更好 对 一般的罐头食品啊 所有的罐头食品原则上 是可以开盖计时的 了解吗 了解 因为它已经是经过了高温杀菌啊 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烹饪方法 如果实在没有这个虾子面 怎么办 是不是 用别的面代替 你说的特别对 方便面都可以啊 真正的茶餐厅呢 你知道这个餐单面是拿什么面吗 就是拿方便面 就是拿那个香港那个公仔面 哎呀 是是 你说我去到澳门带回来这个面 你什么感觉 感觉 有福同享 来我们煎完了倒出来啊 现在我们需要刷一下锅然后马上煮面 好我们炒锅回来啊开火 煮面就要有水 来我们提前烧好的开水 这个水呢不要多啊就是原则上我们煮这个一个球大概就是一碗半的水就够了啊 基本上这样的碗啊一碗半差不多 等水开的这个过程中中我说一下这个面这个虾子面呢其实它已经是有味道进来了 除了虾子之外其实它包括盐和它还放了干的瑶柱这都是有咸度的 如果要是烤蛋的人能买到这种虾仔面的话一碗半水基本上不用放什么调料了 我觉得放点蚝油放点生抽就可以了 非常的鲜美的啊 来水开了啊 水开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虾仔面放入 然后先不要动的啊 稍微的让它煮一下 来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把这个菜心 也放进来一起焯水 菜心焯水多长时间甚至 20秒 好可以 其实原则那15秒就够了 但是我们这是直接吃了再不经过炒了 我们稍微的多5秒 好这个菜心我们先给它捞出来 我们就直接放在我们成面的碗里啊 一会我们再满一下造型吧 来你看一下这个感觉啊 要把它完全的充分的抖散啊 其实拿这个虾子面或者是拿那个公仔面 甚至是方便面啊 早上或者宵夜来一下 你只需10分钟 就把这一个非常美味的餐蛋面做好 现在基本上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火关掉 怎么样感觉 盛世事 你觉得够不够你吃了 应该够 好 好 那现在我们把汤也倒进来 加一点点蚝油啊 就是用这个汤的热度来把这个蚝油给稀释掉 然后再来一点点胃鸡筋 一点点就够啊 完美的餐单面 你知道这一份如果要是去茶餐厅吃多少钱吗 28 真的不止啊 不止这 绝对不止 那还是在家做吧 还是在家做比较好啊 还是在家做比较好啊 这个蛋我们放在这里 而且还是给你双蛋的啊 我们再来点葱花吧 点缀一下 点缀一下 来 我们拿个切熟食的砧板来 葱花不用多啊 一点点就够 好 其实这点就够了啊 来 我们把它给撒在这里 这个面是给你做的啊 但是我可不可以尝一口这个汤 来 放了一点点蚝油 放了一点点生抽 绝对鲜美啊 就是你看我放了蚝油放了生抽 但是这一口进去浓浓的这个 这个虾子的这个味道太鲜美了 好 今天我们这一碗 餐单虾子面成功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你看的人坐下来吧 真的这个太简单方便了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明天见 拜拜